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这几节课 我们首先就论语当中 夫妇这一轮 我们来一起研讨学习 夫妇这一轮我们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重德轻舍的一些京剧 今天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 是祝福成德这个部分的京剧 好像PPT有发给大家 有将这些句子都有归在这些部分 那我们先看这个八义第三 在讲药的一百二十五页 是官居乐而不赢 哀而不伤 我们看讲药提到了 官居这篇诗呢 说到乐处 不至于淫 这个淫就是过分了 说到哀处 不至于伤 都是寻着一个中和 中道 那讲要接着讲了 诗经由国风 周南开始 诗经有十五国风 各国的诗歌把它采集来 了解那一方的人心 风土明强 以前治国要了解这一方的情况 再来是亚 大亚小亚 这个在朝廷当中的一些乐曲 诵 有周诵 鲁诵 桑诵 这个在歌诵先王的 有这三个部分 风亚 诵 那以国风开始 国风又以周南开始 那周啊 是指周公 周公在周朝那个时候 有风 分风的地方 那官居啊 是周南的第一篇诗 所以 这个 毛亨 毛掌 他们 这个毛诗啊 是他们做的 这个 他在诗的前面 写的序文 诗序 有说 这一首诗啊 是风之史 所以 风天下 而正 夫妇 是十五国风的一开始 而这个风呢 主要就是 教化 形成 风俗啊 而这一首诗 主要就是讲 夫妇 这诗的内容啊 是说 文王 诗得 属女 以为 后非 所以讲 夫妇关系的 而且诗一开头啊 就是 观观 居旧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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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 鸟类 叫 王鞠 诗人 以 鞠鸠 所名的 和声 新奇啊 文王 诗求 后非 之意 就诗经啊 他写文章 的手法 有 父 比 心 父 就是 依照事情 直接陈述 下来 比 就是 比喻 以 其他的事情 来比喻 现在这个 事 心呢 就是 心起 联想 你看 听到 鸟叫声 来 联想到 文王 诗求 后非 这个 我们有一个成语 叫 情色 和名 这个 形容 夫妇 相处的 很和乐 就好像 他们讲出的 的话呢 非常和谐 就像那个 情跟色 一起弹奏 很和谐 可能这个鸟啊 这个 鞠鸟 他们在 发出的这个鸟叫声呢 很和谐 当然 我们得去感受 感受啊 我们 夫妻在家里面 彼此的言语啊 那个气氛 和不和谐 这个得要我们自己 去关照 我刚好 昨天呢 看到 一个短视频 是有关教育的 他就提到 这个孩子会觉得 幸福 成长 很和谐 跟父母的相处 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为什么 这个先王 教化 他第一首诗啊 就是夫妇 显然 他是 五轮 的开始 你这个开始好了 底下四个轮场 就顺了 那就提到一些 生活的情境 比方说 今天 丈夫啊 开车 开 开错了 开错路了 这个太太 就 在车上 对着一家的人说 你看 我们今天 可以看到 本来看不到的风景 你看那种 先生 开错路的 那个尴尬 你看 这个太太 一句话过来 感觉就 化掉了 那个 尴尬的气氛 那我们想一想 先生 开错路的时候 我们都会 接什么话 怎么搞的 怎么又来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看 这个 这个对话 不是情色和名 是可能又有一番 口舌 又登场 那你说孩子 常常在这种 氛围之下 他的心情会好吗 身心会安定吗 安定是很重要的 他又举了 另一个例子 太太煮饭 结果准备吃饭了 才发现 电锅没有 按下去 这个饭还没煮 那这个先生 马上说 哎呀 我们刚好也想 吃面包 一下子这个气氛就 不尴尬 那我们听了之后 我们学习会有受用 就是马上可以 回光返照 拉到自身来 我们当丈夫的人 假如刚好 太太忘了按电锅 要吃的时候 一看 还没煮 那我们先生 怎么接话的 搞什么鬼啊 看我们都没得吃了 哇啪啪啪 又complain了 又开始一堆抱怨了 所以你说孩子 面对任何事情 都能包容 都能很乐观 很诙谐 甚至是化解 这种紧张的气氛 从哪里学的 从父母的身教当中 学到的 他还举第三个情况 今天突然家里 面对问题了 那夫妻是 一条心 一起去面对 一起去解决 这样 坏事都变好事了 其实 挑战来了 看起来是个祸 可是夫妻在这一件事当中 更加的团结 更加彼此凝聚 感恩 祸不就变成福了 假如今天遇到困难 这个首先有一方说 都是你害的啦 下一个一阶 你怎么都怪我呢 你也是啊 你说这种气氛怎么去面对 解决问题啊 好 所以 夫妇的言语对待啊 影响一个家庭的气氛啊 这是我们呢 要重视的 所以听到鸟叫声 以后我们再听鸟叫声 感觉不一样啊 回想回想 最近跟另一半的对话 有没有像音乐 这个鸟叫声一样乐额 在熏陶孩子良好的性情 所以这个心 写诗这个傅比心 这个心是很有味道的 你看 这个一个女子要出嫁了 桃子夭夭 齐叶珍珍 你看结婚跟桃子有什么关系 桃子啊 开的花很多 结的果很多 从树里面就 联想到 我这个嫁过去了 要让夫家可以兴旺起来 就像那个花一样茂盛 果一样的 丰收 这个都是联想 心 那这里讲到了 后非必须是贤财啊 使得采取姓菜 共祭中庙 祭祖的时候啊 用姓菜 而且谁去财呢 是媳妇去财 媳妇来供祖先 大家想一想 祖先在天之灵 看到这个儿子呢 还是孙子 娶着这个太太很有德 他们在天上都非常安慰 所以这些表法都很有味道 所以要顾求淑女 以为匹配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 祝福成德 一个丈夫呢 你自己要知道 这是人生大事 你要懂的选择 要 娶得淑女 那太太呢 这个心境是要祝福啊 来成就这个家 像这一首诗啊 是文王要去找好的妻子 来成就这个国家 那求得之后啊 这个忠无乐之啊 用这些美妙的音乐来庆祝 不是很过分 这个表达一下 快乐的心情 不是很过 现在人一结婚呢 闹洞房啊 搞得都 让人家很反感 这个都不是很妥当啊 求之未得 还没有办法 取得 这个 很贤德的妻子啊 就觉得 这件大事还没有办呢 所以 误媚师父啊 以致 辗转反侧 睡不着觉 在奇情可哀啊 但是哀耳不伤啊 就是辗转反侧而已 现在人 找对象 找不到了 逼着对方 还致残 你看这个都太过分了 其实这个根源是什么 根源呢 是 我们古代这些圣王 以致古代的人 他在面对婚姻的时候 他是为了一个家庭 他是要敬孝道 他是从德出发的 你从德出发 纵使不满你的愿 你不会有那么激烈的行为出来 但是现在呢 不是为了 整个家呢 整个 祖宗 血脉 传承 是为了自己的情欲 哇 你看那个欲啊 你得不到的时候啊 那人的那种 称慧心呢 就会起来了 所以我们都要看到 古人他们 对待婚姻 可贵的这些心境所在 那现在假如心境偏了 才会产生 种种现在这些男女 婚姻对待的情况啊 所以乐是 为得弦内住而乐啊 而不是为了情欲 重欲而乐啊 哀是为得 因为为得到弦内住而哀啊 所以乐是 忠古乐之而已 哀意是辗转反侧而已 皆不过分的 所以孔子才凭 这个诗经 这个官居 只要官居 乐而不赢 哀而不伤 所以孔子评论此诗 所书哀乐之情 不饮不伤 而得其正 所以以此求偶 如此慎重 这是文王一国之君的风范 所以思绪认为 可以封劝天下 端正夫妇之轮 上弦下笑 这文王 这个做出啊 好的风范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论语讲记 这也是我们理事公教导的 这个 八义第三 第二十章 李老讲了 诗经 观观居咎 在河之中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这个易经 一开始就说了 乾坤定矣 中国注重五轮 一夫一妇明示 同一间房间 易经这个定 乾坤定 这个定字很好 这个八卦 这个八卦 有老阳 老阴 这个就是老阳 就是父亲 老阴 是母亲 接着呢 长男 长女 中男 中女 少男 少女 所以一个八卦 也是指 共八口之家 那五轮的规矩 定了以后 不再更改 所以乾坤定矣 都很安定 夫妇感情 非常稳固 安定 那孩子 在这种氛围 成长得很好 比方说 以成德来讲 我回想的成 成长过程 没见过 父母亲吵架 更不可能 在那里担心 父母会不会离婚 想都没想过 起都没起过 这种念头 我在念高中的时候 见到一个同学 他跟我说 我爸妈离婚 我吓了一道跳 我在还没遇到他以前 我还没有遇过 亲戚 或者父母的朋友离婚 所以对我来讲 是吓了一跳 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蛮多夫妇离婚 显然是我们所接触到 自己的家族 或者父母的朋友 比较少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 李老说 从前嫁女儿的时候 用茶叶 就有不再改嫁的意思 你看古人 这个用什么东西 都有表法 因为这个茶树 不能移植 必须用种子 种子 所以以茶叶 做礼物 就是祝福 种子 不宜 之子 所以暗喻 女子 兼中不渝 不只是女子 要兼中不渝 男子都是一样的 好 这个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现在这个话 一般人听起来 怕感觉不是很舒服 其实这个 就是夫妇同心 一起配合 还举了历史的历史 从前这个朱买成 因为休期 而被废掉 投名状元 古代对这种 五轮很重视 你有亏 人家都不是很认可 这个社会上 也不理他 那当然 我们现在 明白这些道理 还是忠述 我们言以虑极 宽以待人 因为传统文化 忽略了好几代了 所以 离婚的现象 还是比较多的 其实 我们道理 拿来要求别人 不苛刻要 拿来要求自己 不苛刻要求别人 而且还能感同身受 其实一个人 离婚了 他不是说 一天不高兴了 就离婚了 他在整个过程当中 彼此间 内心的挣扎痛苦 是很难过的 所以我们一来 能体恤 人家曾经 走过这种 婚姻的这些 挑战挫折 甚至是离婚收场 那我们进一步 要祝福人家 有好的 下一段婚姻 更重要的 要供养他 怎么夫妇相处之道 因为我们没有 寄取之前的 经验教训 我们在新的 因缘当中 很可能这些问题 会再出现 所以这个 祝福之外 能够真正 把 师长老人家 谈的这个 夫妇相处 或者经典里面 这些异理 可以供养给他 更好的是 你们夫妻 做表法 给他看 那你这个是 最好的供养 为人演说 那这里提到 男女居士 人之大伦 有夫妇 然后有父子 兄弟 所以这是天伦 结婚要得一 有得的 好女子 那这个女子 就能祝福 成德了 你看 李老 徐问 渊博 马上 举战国时代 这个齐宣王 娶无颜女 钟离村 这钟离村 长得不好看 但是有德 你看一国之君 这么做了 他的后宫就正了 他的夫妇伦正了 首先他的后代会好 再来全国又以他为榜样 所以一下子他齐国就 兴旺起来 所以因为钟离村有福德 取得有德的妇女 然后可以教国人 国君的家庭做表率 所以今天假如我们是单位的主管 或者是企业的老板 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现在官居教我们 你自己夫妻相处的和合 你看今天 比方说你在单位当中 你太太来看望你 然后还煮了很多好吃的东西 请所有的同仁吃 你看那种氛围 家里的同仁都在感染你们 夫妻的这种情谊 而且你的太太又对员工 都很关怀 而且你给他们最好的表率 因为我们说成家立业 这个成语应该还是有点味道 没有说立业成家 成家立业 就是他家安定了 他的生活 这个食啊住啊起居啊都安定 他才好去发展事业 你说家里吃也吃不好 住也住不安稳 你说他的事业能发展得好吗 物质上安定 精神上也安定 一个男子 有闲内住在 他没有后顾之忧了 他的心很安定了 你说夫妻假如每天吵吵闹闹 然后这一个员工 进了公司 马上转变心情 然后积极投入工作 可能吗 所以我常常 有跟教育界的这些校长啊 主管交流的机会 我说你们也要关心 这个老师职工的家庭关系啊 他夫妇和和了 家庭和乐了 他到学校来教书的状态一定好 他家里就已经搞得他 心神不宁 情绪非常不好 他来到学校不骂学生 就阿弥陀佛啊 所以军人成宗啊 你是学校的主管啊 军啊 为军者 你仁慈啊 你要关心他的身心状态 关心他的家庭 我们去想一想 一个领导者 对我们 我们的家庭 他都很关心 爱乌及乌 会很感动啊 而且会很忠心跟随他 那领导者做好了 才可以教下属啊 可以教国人 所以周朝八百年的天下 是太太帮助的 太太成就的 所以三太啊 太疆 太任 太士 所以关居这一首 就是指文王跟太士 好 所以啊 文王师德贤女 帮助治国 夫妇 是五轮之首 福报的源头 这个家有没有福报的源头 不可以随便 所以乐而不赢 乐得后妃之嫌 不是因为后妃长得漂亮啊 你假如那个动机是不是因为太太贤得而是太太漂亮啊 那这个不是幸福的源头了 这个可能是灾祸的开始了 为什么 你重视这些外貌 重视这些欲望啊 那可能 那可能一重欲了 这个身体都很不好啊 所以应光祖师都讲啊 静代啊 很少男人寿终正寿的 提到这个孝经里面讲了 这个父母为其疾之忧啊 父母担心什么 那个疾啊 那个问题啊 就是不懂得 这个男女相处当中啊 还是要节制欲望的 所以太上感应篇提醒啊 不能淫欲过度啊 所以动机很重要啊 是因为得 这个另一半之嫌呢 这是幸福的源头 所以岂可随便呢 当然跟大家探讨这个 我们还是忠述之道 我们现在明白道理了 言以利己 宽以待人 而不是要求另一半 领欺臣道 祝福臣德 其实啊 只要人的精神层面 不断提高啊 他物质的欲望 自然就会下降了 这个不是刻意去要求来的 家里面呢 家里面呢 人轮的调整呢 都要 不落痕迹 因为这家里的人都很轻啊 你太明显了 可能对方不舒服了 你不落痕迹 慢慢慢慢 很低调的 就把 这个关系 状况 慢慢调整过来 这个解决问题啊 真的都要柔软 不动身色 不落痕迹 这个大家慢慢去体会 举个例子 今天你知道 哎呀 吃素太重要了 对身体重要 也不要造杀业 你知道对了 那你一回家 家里的人 有没有学这些 你马上说 我告诉你们啊 从今天开始 我不煮肉 给你们吃了 哇 一下 全家人炸开锅了 发生什么事的 你动作太大了 都没有不落痕迹了 那可能不必要的 这个 反对的 力量就出现了 所以古人告诉我们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还是有道理的 你说我做的是 对的事情啊 做对的事 也不可以强势啊 做对的事 也不可以爱你 没商量啊 是吧 你要宽以待人啊 来饮食的习惯 你可以要求自己 一天就变 你不可以要求别人 一天就变了 所以我们可能在 明明是好事 在家庭里面调整 在团体里面调整 奇怪明明是大好事 怎么迎来这么多反对 这个时候要去思维了 反求诸己 可能我们一些动作太大 也太控制要求 这个 像这个承德呢 我们家是我第一个吃素的 这个李炳南老师说 不劝人家吃素 因为那个是他要 自愿的 你一逼他 逼到最后 他实在吃不下去了 他会反感 所以这个我们都要考虑的 深远一点 什么是要水到渠成 不要操之过急 那很自然的 我们吃啊吃啊 你没有要求 家里的人 家里的人遇到一些 十节姻缘 比方 外婆 往生了 我母亲就吃素了 然后我二姐看到 我母亲也吃了 她也吃了 就这样很自然的 就顺着这个 但是你自己要先带头 你又没有要求他们 他们就没有反感 可能遇到一些 十节姻缘 或者你一劝 哎呀 你看现在 老和尚说啊 哇 现在这些动物 打那么多 抗生素啊 吃得对身体不好 有可能你一劝 他就接受了 好 那这个哀而不伤 求之不得 辗转反侧 这是忧虑国家 哎 有谁能来帮助治理呢 好 这里我们刚刚提过了 称吃姓菜啊 这个就是太太去采姓菜 来祭祖先 供太庙 国君祭祀祖先的地方是太庙 所以爱贤女未得 爱国家还没有得到贤才 好 这个是祝福成德 这个单元第一句 我们再看 这个 下一句 祭祀第十六 在 讲要七百零五页 这个 帮君之期 我们看倒数第二句 即是国君之期 国君称妻为夫人 夫人对国君自称为小童 古人互相之间的称呼都很有味道 你看称先生 夫君 君 对他的尊重 这个夫啊 就有扶持 的意思在 都多亏 有这个贤内住的 帮助扶持 那小童是指未成年 这个是太太自己的 至谦之词 国君太太 谦虚 所以我们 你看人出门 介绍自己的太太 叫贱内 大家不要误会了 贱是指我自己 贱内 你不要听 你还是听到这个 很生气 是不是 骂我 不是 大家不要误会了 贱是指自己 是我的内人 所以贱内 古人这个都很迁退的 这个牵挂六窑阶级 落实在哪 落实在 你看古人称自己 鱼 用鱼来称呼自己 一见到领导者 小人 都是很迁退的 邦人 邦人就是 这一国的 国人 国人称国君之妻 为君夫人 意思是国君的夫人 称诸一邦 曰寡小君 本国臣名 向外国人 称本国君之妻 为寡小君 一帮人称之 一曰君夫人 外国的人 称我国君之妻 也是称君夫人 这是一个称谓 那我们看 这个离宾老 在讲要当中 的一个开解 今日啊 这种礼啊 比较用不到 但是呢 这个礼啊 也有好处 因为春秋那个时候啊 孔子说 必也正名呼啊 正名要请 今日 见到前辈称宁啊 这个当然也是尊重啊 但李老说我不赞成 因为古代称人家都是君 或者是公 我们以前看人家写姓啊 我们看师长老人家在回人家的姓 都是称人家公 非常尊重 非常尊重 这一章呢 说明孔子的学生在外跟人交际 不要说错话 因为称谓也是对人的一种尊重 离者敬而称宁 好 那当然呢 我们今天有这个恭敬的心呢 我们在应对 进退 比方说你今天 跟人家谈事业 你要见到 别人的团体啊 领导啊 你最起码要先了解一下 是吧 见面的时候 也趁人家 总经理你好 这个董事长你好 人家就感觉你的尊重了 敬人者 人恒敬之 所以邦君 是一国的国君 就是诸侯 邦君之七 七 七也 有七家这个七的意境 我们古代 因意同源 你那个因跟意 很多都是相通的 都有关联的 所以男子自在四方 必得有内住 家中主持的是女子 今天打破了这个观念 家里无内住 没有一人主持家庭 所以孔子说 七也者 亲之主也 在孔子家语里面 讲到 所以这一句 家庭主妇 这个都有经典依据的 大家有没有听过 家庭主妇 没有 家庭主妇 代表一个家里面 最重要最主要的是 这个太太 她主持家庭 没人管 那一个家庭主持人 那一个家没有人去操持了 那就没有好儿女了 这个摆在我们面前 值得我们省思 你看我们摆在我们眼前 三代人 我们父母那一代 我还在变四代人 我现在下一代的二三十岁的 有的就已经有小孩了 你看我们的 这三四代人的素质 是什么状态 一直往下降 降得好快啊 你看师长那个年代的人 照着照片 黑白照片 你看 一看不管是男人女人 就给人家一种安定的力量 很有责任感 你看你家庭没有好好的 去教育孩子了 去把他身心安定好了 素质都一直往下降 最明显的在都市 都太忙了 但是还是有很注重伦理的家庭 大家注意去观察 注重伦理的家庭 往往下一代超过上一代 真能出人才呀 这个都是我常常在观察的 像今天我见到一个 这个企业的老板 哇他这个身体很壮啊 都快一百九十公分了 他的成就就超过他的父母 但是是他父母家庭经营的好 妈妈家庭照顾的好 所以我们都受功利影响啊 功利啊 考虑事情就会比较看眼前 考虑力嘛 你考虑意 才能考虑的深 考虑的远 当然每个家庭 每个家庭的问题 情况 慢慢 这个 夫妻啊 能一起成长 建立一些共识啊 家庭里面的经营 孰轻孰众 能够建立一些共识来 慢慢来调整 都能调整的越来越好 理得而兴安啊 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不会担忧 你不知道财富啊 是修来的 不是你赚来的 是修来的 你夫妻有这个福报了 一个人赚跟两个人赚 那只是一个圆的问题而已 只要是你们家的福报了 一个人赚 还是你的福报 可是你两个都出去赚 你可能忽略的家里 最重要的道义 父母没有孝顺好 孩子没有照顾好 所以《易经》那一句 利者 利之何也 有味道了 你这个利要很长久 跟义有关系 你夫妇要经营利益 经营财富 你绝对不能忘了这个义 你看经营事业 搞到最后 没有重视这个义 不止下一代交不好了 你甚至于夫妻都闹离婚了 你说这个家的财富 还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吗 那夫妇是这样 团体也是这样 你只想着自己的利益 都没有很好地去照顾你的员工 你这个利也不可能长久 所以道圣和夫先生 说的企业经营的利益 首先一定要先照顾好员工 他见地也都合义 因为员工是付出最多心血的人 好 这个 我们下一个单元 下一个部分是 学习夫妇之道 人不学 不知道啊 不知意啊 你看这个五轮 都关系我们一生的成败 这个应该是 我们要花比较多时间学习的 结果我们甚至要结婚的时候 都没学过 所以人生的学习 轻重缓急啊 我们得要有智慧去判断 去安排 去取舍 君称之曰夫人 夫人者天子的妻子 这个天子的妻子为后 我们说 我们说王后 帮君妻 君称夫人 这个夫者 夫也 帮助 都同音 音意跟意思是同源的 帮助诸侯啊 成就他的道德 当诸侯必须有德 妻子必须帮助他 所以称住夫人 这个是郑康臣 这是汉朝的大儒 他的说法 当然他说法一定有他的考究依据的 夫人自己不能自称夫人 你说我是夫人 怪怪的 这个我们再给人家打电话也要注意 比方说 这个比方说 陈德哥能讲 我是法师 我也是称我自己的名 这个 浩啊 是吧 我们还没出家以前跟人家打电话 我不能 你好 我是蔡老师 我一定称我自己的名字 当然有时候我自称名字的时候 对吧 什么 这个时候我可能才会说 我称名的时候 他听不懂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是蔡老师 我是陈德法师 这样 嗯 嗯 因为我们老祖宗教导我们 要处处自己谦虚啊 所以夫人自称曰小童 就是谦虚说自己还未成年 还不懂事 所以 所以人家称自己夫人呢 啊 你有能力 有智慧 可以 这个 帮助你的丈夫 成德 是吧 那自己 哎呀 自称小童 哎呀 我 我还 不懂事 怎么能帮助 成德 帮丈夫成德 就是他迁退嘛 哎 你不要小看一个称夫哦 全修在信啊 我们待会还会讲到 这个圣中最远 明德归后 你一个祭祖的心境呢 他真的体悟的很深 他一定会用在一切事项当中 所以全性起修 一个称呼 让我们懂得谦虚 这个谦虚的心 真正提起来了 他会用在哪 他不会只用在称呼法 一个人学东西 是改变自己的心的 心性的 有没有可能学一个东西 只会用在一个地方呢 全性 全修在信 接着要全性起修了 他就会用在很多地方啊 那 我说到这里 就想到我母亲 比方说人家到家里来吃饭啊 哎呀 大嫂啊 你煮的真好吃啊 我不知道听了多少次了 我妈妈一定说 哎呀我黑白煮的啊 就是黑白煮 就是随随便煮的 这个就是 一听到人家称赞了 都觉得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那种很自然的反应啊 好 那帮人 称之 约 君夫人 百姓称自己的国君是 君夫人 也是 感恩 这个君夫人 辅助 我的国君 好 称之一帮 约寡小君 一帮人称之 一约君夫人 我们到了 人家的国度了 那 谈到自己 国君的夫人 你是在人家的国家里面 你说 君夫人 人家不是很了解 是你国家的君夫人 还是我们国家的君夫人 真的 这个 这种礼静啊 这种恭敬的态度呢 你当你转换环境的时候 你就会很敏锐的提起这些 细节 去关照 比方说你今天到人家的家 或者到人家的单位 你有恭敬心的时候 你一定都会尊重主人 尊重这个负负责人 你不会呢 没有知会他 你就动他们家的东西 或者动他单位的东西 所以我们学传统 人情事理 这里面都有 对人的爱 对人的恭敬 在其中 其实要学人情事理 也不是很 复杂 你有这颗心的时候 你又肯 去学 或者 听别人提醒 也会积累的很快 所以在别人的国度 要称自己 国君的夫人叫寡小君 那诸侯 他自己也自称姑 寡 这个也是国君自己的谦虚 寡人 寡是没得的牵词 姑是没得的牵词 寡是德博潜能的 这个字牵词 所以称自家诸侯的夫人 为寡小君 好 一帮人称之 一约君夫人 其他国家的人 也称 他是君夫人 但其他国家的人 对我们 对方 国君的夫人 也是很尊重 所以称呼 别人国家的 国君夫人 叫君夫人 这也是恭敬 好 我们看 这个学习 第三个部分 学习夫妇之道 七百三十七页 在阳后第十七 前面有一些考据 这个我们先不谈了 七百三十七页 倒数第三行 人而不为周南少南 其由正强面而立也余 其实这也是一个比喻 强面是面强的道庄余 这个就是比喻 人若是不学周南少南 他就好像面正对强而立 一个人正面对着强 眼睛就被强遮住了 障碍了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看不到 无所见识 不能办事 好 这个七百三十八页讲了 马荣 这个也是汉朝的大儒 是郑玄的老师 他住了 周南少南是国风之始 十五国风 第一首 第一首诗 这首诗就是乐得君子 乐得淑女 以配君子 因为家庭里有三纲 夫妇是首 所以古圣先王的教化 是以这里为开端的 王教之端 那最重要的部分 人而不为 那就做不成事了 如相强而立 就像我们常说 娶一个好太太 望三代 那一个男子都不重视这个娶妻的诗节 那娶一个不好的太太 就一败涂地了 而人最需要学的 首先是伦长 人无伦外之人 学无伦外之学 真正的学问 就是五轮的智慧修养 这最重要的 好 所以三纲是白虎通 这一部书里面提的 所说的君臣父子夫妇 这三则是人伦的刚常 好 这个抱歉 刚刚三纲讲说家庭里面 这个三纲是指君臣父子夫妇 当然家庭里面也是有三个轮常 夫妇 父子兄弟 那这里白虎通的三纲是君臣父子夫妇 三纲开始于夫妇 古人讲话都是要引经据典 很有说服力 如周易戏传 周易戏传说了 有夫妇 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 然后有君臣 这个三纲是这么发展下来的 那这个有 里面是 有很好的这个关系 你后面才能发展 得好啊 你觉得夫妇 不和和了 这个父子关系可能就受很大的影响 所以 夫妇这一纲啊 非常重要 且必须正常不乱 因为夫妇 稳定了 以为家庭 社会安定的基础 所以先王教化以夫妇为开端 你看老和尚说 我们要让世界安定和平 得先把冲突的病根找到 老和尚说病根在家庭 你看这个建地就跟古圣先王的教化 这个智慧是完全相应的 你一个人成长就看着他的爸爸妈妈的相处 他爸妈妈和和了 他就学到怎么跟人家相处之道了 父母常常吵 那你让他怎么学习跟人和和了 就不容易了 那这里提到了 周男少男讲夫妇之道的诗篇最多 所以可以封天下正夫妇 称为正风 实为人伦教化之本 普通人不学的话 不能齐家 为人君者不学 不能治国平天下 所以孔子告诉他的儿子 伯瑜不能不学 所以夫妇知道不能不学 我们谈到夫妇相处 佛门有讲 这个修学的基础是三福 这个也是老和尚 给我们 从《大藏经》里面 拣选五个行门 三福是修学的基础 待人依六合 处事修六度 待人 首先是跟家里的人相处 依六合 修六合境 家文化 依六合境 那这个六合境首先第一个 建和同结 门当户对 最重要的就是 思想观念价值观相应 这次实质的门当户对 建和同结 那我们曾经举到 道圣和夫先生 他说他妈妈交给他 很重要的其中一个 一句话 作为人 俗为正确 何为正确啊 怎样才是 作人 正确的 观念 或者正确的 价值观 标准 夫妇 敬和同结 首先要不要 作为人 何为正确 作人的意义在哪里 道义人生啊 其实就是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于至善 人生就是 明明德 就是要自爱 要成就自己的道德学问 清明 要爱护家人 爱护亲戚 爱护生命中的有缘人 你说夫妇可以建立下 这样的共识多好啊 道义人生 你看家庭当中 离不开这个意志啊 恩义 孝养父母啊 知恩报恩啊 夫妇要有这个共识啊 孝顺为其家之本啊 要有情意啊 邪子之手啊 欲辱 这子子之手啊 于辱邪老啊 就白头邪老啊 这句话是 也是从诗经里面出来的 要夫妻结合了 要这个 同心协力的 恶人同心 其力断经的 夫妇是一体的 这个就是一份情意 那师长有指导我们 夫妻相处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有情意的人 真的都是欣赏对方的优点 记住对方的付出 对方的好 都放在心上 其实真能做到这样啊 一定感动对方的啦 因为人知出性本善 都有良心的啦 你做的不对 另一半都包容你 你做的一点好 他就肯定赞叹 人就不好意思啦 所以恩义 情义 道义 夫妻 对家庭有道义 教育好下一代 孩子投在我们 家里面 跟我们缘那么深 人生难得啊 我们把它培养好 可以利益众生 然后以后同生极乐果 哇 你看这佛化家庭 这种道义 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 要服务社会 这静和同修 戒和同修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啊 这个家庭要有家规 建立起来 当然这个戒里面 五戒不协赢啊 不能对不起 另一半啊 生和同住 夫妻也来自不同的家庭 成长背景 一些生活习惯不一样 都要能够体恤 都要能够互相包容 所以一个人修行修得怎么样 看他夫妻相处得怎么样 这个不是我说的 中庸说君子之端 赵端于夫妇 他有没有君子的修养 从夫妇相处看 你静触都不能感动啊 你怎么去感动更远的人呢 口和无真 言于忍分之明 人呢 厚道了 言语柔软 不让人家难堪 你看像刚刚讲的 这个电锅忘了按下去 发现了说已经够难过了 你还批评 那太不厚道了 开坐车已经很难过了 你还骂他 所以人能够体恤别人 不让人难堪 这个就不会有言语的冲突 论语里面也教我们 孔子说 何各言而自 直路说 愿车马依清求 与朋友共 避之而无憾 大家想一想 这句话跟夫妻相处 有没有关系 有啊 夫妻对于钱财 使用的观念 你看子共很讲义气 朋友亲戚有难 借我的车 借我的马 甚至把我的衣服拿去穿 没关系 坏的都没关系 不计较 利和同君 子路这个 跟家庭经营有关系 像 我母亲那边的 亲戚有难 我爸爸都没有等我妈妈开口 他就主动先去帮忙 轻财 重义 你说这么一座男友太太 不感动的道理 那言辉说什么 愿无乏善 无失劳 无乏善 就是不张扬自己的优点 今天 夫妻在相处的时候 哎呀 你看我赚的钱比你多 哇 这个话一出去 对方就很有压力了 是吧 尤其假如是太太赚的比先生多 太太又挂在嘴上的话 哇 那这个给先生的压力就很大 不给人压力 不让人难堪 不炫己长 言语在炫耀自己的长处 就会让人家难受了 你看古人处事 很柔软 比方说 欧阳修先生 哇 古文观子里面 好多篇都是欧阳修先生 写的千古文章 朋友一来找他 他从不跟人家谈文章 他一谈文章 人家压力就很大了 他都跟人家谈 怎么办 这个正事 因为他们都是当官的人 怎么治理老百姓 他都跟人家谈这个 菜香 他呢 办政治能力特别好 文章写的比较差 所以朋友来找他 他都跟人家谈文章 他都跟人家谈正事 都不去炫耀自己的长处 所以言语当中 不炫其长啊 然后呢 无私劳 这个心境都很可贵 这个无私劳就是 你自己付出过的 不放在心上 假如 夫妻 交谈的时候 马上 哎呀 你看我对你多好 你看我爸爸妈妈 对你多好 你 讲这些东西 就会给对方压力了 说实在的 你对对方的好啊 你知智不提啊 他会自自然然 常常想起来 你常常在那里提啊 你是逼着他一定要感谢 那种 那种压力反而 那种是硬逼出来的感谢 跟自自然然提起来的感谢不一样 你做到让对方自自然然涌出来的感谢 那就像泉水自然涌出的 他可能会念一辈子啊 我们是逼着人家要感谢 那个会有副作用 因为没有道法自然 什么都要道法自然 所以今天我们要长得更庄严 不要去整容 那个没有道法自然 而且会有副作用 你这么冲动的 你这么冲动的 后面可能都会有健康上的副作用 但是 但是你是修养自己的德行 相有心生 你越长越庄严 你看师长老人家 他年轻的时候 很瘦啊 越修 脸非常的圆满 人家一看就很欢喜 这个是从道法自然 从根本去转变 身和同住 口和无争 意和同乐 这个心情都非常好 意和同乐 彼此互相欣赏 你常常都能看到对方的成长 互相赞叹 就是我们的意念 就形成很好的氛围 互相理解 设身处地 为他考虑 现在有一句话叫 理解万岁 我感觉这句话在这个时代 非常重要 现在是爱你没商量 比较多 就会被爱得很有压力 能够理解了 那个爱才没有压力 而且很温暖 很长久 那家庭的氛围都是 这个要在政论 都是分享 我最近的领悟 我最近的成长 这个家庭氛围会很好 最后是力和同均 其实家庭里面 容易产生 分争 两件事最常见 财务的事情 财务卿怨和身 力和同均挺重要 言与人 分之明 所以口和无针 很重要 这个力和同均 换作现在的话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好 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 刚好 以这个六合镜 跟大家一起探讨 这个夫妻的相处 有没有哪一位忍者 你最近在夫妇相处 颇有心得 颇有发喜 有没有想跟大家 做个供养 看到有一位蒋圆圆学长举手了 想要分享 有请 法师 正经的成德法师 感恩 感恩 这个惭愧 这个墨学也不是说 法喜 分享 然后呢 可能新晋 在这个 这样的一个阶段呢 也有一些浮躁 耽误大家时间 向法师 请教一下 夫妇相处 或者择偶 方面的一个困惑 先介绍一下 近况 介绍一下近况 是这样子的 墨学上周五 也失业了 这个失业 反而有一些法喜 这个法喜呢 就是现在 今天您看 有这个殊胜的因缘 就来听经学习 也是给墨学提个醒 就是要加工累行的修行 那今后呢 也打算 就是说 有因缘的话 就做一个书法培训班 这以后再说 这个 现在呢 就是说 正好是在择偶 其实 就是听法师讲经呢 就是今天 今天一直在看那个资料 就保存了好多 就是择偶 是女性的一个 最关键的一个抉择 那一定是要以道义 以道义 作为一个标准来选择 但是现在墨学呢 就是 还有一些愚痴 就不知道如何判断 是不是道义 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 第一次见面 谈天的时候 就会发现 她在 面对这个 受诈骗的 这个人群的时候 她有一些人厚的心 就是说 她会觉得说 这些人 她本身因为是有困难 才会贪便宜 然后最终被诈骗 那么从这个事情呢 墨学可能觉得说 她心地还是比较人厚 但是呢 就不知道 那从这件事情 就是否就可以代表 她是一个有道义的人呢 有道义的人 这个 或者是咱们还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够真正的 有一个确定感 确实是 这个人可以交往 可以相处 第二个呢 因为墨学呢 也是 也是有点 慌乱 就 就 询问朋友呢 就看了一下八字 看了一下八字呢 这个里面呢 又说 可能会有一些 不好的地方 那 那墨学呢 也并不是说 就是去 就又回到老法师的一个教会 就说呢 咱们 因为老法师也说 自己是改命嘛 通过修行来改命 尤其是他说 在四十五岁的时候 有一个 有生了一场病 那么这场病呢 但是他的一个修行呢 就是说 最后还是度过来了 那 那就是 也是给一个墨学 一个提醒 就是说 那么 你先不要看这些 好的不好的地方 你要认识到 自己身上也有 也有不好的地方 也没有做到 完全的孝敬 那么 就是通过要修行 去转变 一个双方的关系 所以说 墨学总结一下 就两个问题 第一个 怎么判断对方 是一个有道义 可交往的人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如果说确实是 两个人 在一起 但是对方 他并没有 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好 怎么去引导 怎么去共同的 去经营好这一段关系 去做到一个和睦 有道义的一个家庭 墨学现在呢 是就发愿 送三百遍谱门品 然后呢 希望能够 传承这个孝道 就是希望这个家庭 能够传承孝道 就不知道这样做够不够 是不是还要在 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改过啊 要加强一些 感恩法师 感恩大家 耽误大家的一个事件 好 谢谢您提的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上一次啊 好像上一节课 好像讨论这个蛮多的 您可以做参考一下 上一次的内容 尤其我们有提到 黄念祖 老居士 他有提到这个 折偶的一个标准 所以你看这些大善之士 都很慈悲的 他知道我们在家人 这些都是大事 学业 道业 事业 包含婚姻 怎么很好的来经营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明白 这是明理的人 这个蛮重要的 宁可跟明白人吵架 不跟糊涂人说话 他是明理的人 再来是诚实 不会骗人 那再来是善良 纯心善良 再来就是要正派 不会乱搞 男女关系 是黄老说这四点很重要 判断 那不能要求太多 这四个重点都有的话 这应该都是人品算是不错了 那您刚刚说判断是不是厚道啊 毕竟婚姻不是一件小事 所以也不要从一句话来判断而已 多方判断 当然从道义来讲 根源要观察他跟父母的相处 要摆善孝为先 你这个义也是善 他的源头 在孝道 不爱其轻 而爱他人者 为之备得 所以我们了解 这个摆善是孝为先 你就很自然的可以跟他谈谈 你可以谈谈自己跟父母的相处 你很自然的引出那个话题 看对方 他跟父母的这些交往 这个相处的状况 你就可以判断了 他跟父母 跟兄弟 你看林哲局先生说的 父母不孝 奉神无益 兄弟不合 交友无益 兄弟都不合 说跟人家很讲义气 这个不靠谱 所以从他的这个家庭关系 可以去观察 因为孝涕也者 其为人之本鱼 你刚刚提到的 他是不是人 是不是后道 人后 但他的源头 是孝涕 那包含 你可以观察他交的朋友 因为方以泪俱 物以群分 今天我跟一个企业家 他载我 他说我怎么学佛之后 觉得 我身边都没有坏人 不是好人 我说这个是你自己 修学精进 慢慢你的这个心感召 身边的都是 跟你相应的人 所以观察这些地方 都可以观察 不光要通过聊天观察 还要通过面对面的 一个见面的观察 就是也不着急 观察好了再抉择 这么大的事啊 不能记忆 好 因为人 他判断的 很安定准确的时候 都是心比较安的时候 你一着急了 有可能就会 抉择 偏难 所以你在做任何 生命中重要的抉择的时候 首先要 心要安定 所以 多念佛 好 您多念观世音符法 普门品很好 观世音符萨很自卑 求子得子 求男得男 求女得女 你诚心去 持诵 会得观世音符萨加持 那你说 这个 他假如还没学传统文化 我们也不着想说 他还没学 就比较没有善根 不一定 每个人的圆 不同 有些人他很有善根 可能他四十岁才遇到那个圆 但他只要有那个善根 有圆出现 他就会表现出来了 所以当我们在跟他交流的过程 我们都谈到这些传统文化 我们都谈到这些伦理道德因果 他能产生共鸣 那就是他的善根 那你就可以从他虽然没学 那你可以从你跟他谈当中的相应度 你就可以判断出来 他过去生了 但这方面的善根 这方面的善根还是有的 那你可以进一步看 他这个 接上这个圆之后 有没有积极主动的来学习 那这个又就是进一步的判断 他假如投你所好 他是让你学这个 他说也不错啊 但是他自己都不学 那这个你就 你就还是要冷静一点 我许还是要加强学习 现在这个正好是佛菩萨加持 可以不那么忙碌了 就是加强学习 也相信呢 一定会 一定会 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感恩法师 也多积德行善 你就会更有福报 去感召好的因缘 那其实积德行善 最重要的是福田新根 我们的心 我们念佛 都回向给众生 这个心就不断的 心量就在扩宽了 你举手之劳 只要能够为人设想 帮助到人 每一天都念头 言行都可以行很多善 我那天看到一个 有一个人在爬山的时候 被荆棘割伤了 哇 流血了 他很痛啊 但是他就是想到 可能其他的人也会割伤 他就都把他 把他 这些荆棘都把他砍掉了 砍掉以后 发现了 那个荆棘底下 他有一定精子 那可能是上天给他的 结果他一拿回去 就以这个为 这个资本 他就开始发展事业 三年之后就致富了 这个在道德丛书里面 都是真实的故事 好 祝福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弟子感恩法师的一个慈悲教导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 阿弥陀佛 这您看我们是在 有请一位学长呢 还是您休息了 哦 还有 还有一位忍者呢 我这边没有看到 对 刚才有一位叫润 我看 为什么请您 润丁 润丁学长 那请 有请润丁学长 好吧 我们再请一位 学长来提分 法师您好 您好 诸位学长大家好 耽误大家 几分钟的时间 也是听刚才法师分享 就是夫妇之道 弟子今年四十岁 结婚十二年 这个从结婚的第一天起 就听到过老师说的一句话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所以在这十二年当中 一直 一直都在听 一直都在 重复 然后 也 也在落实 觉得 特别幸福 夫妻肯定是 相处特别的不容易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社会 现在这个时代 能走到一起 然后 而且还能够 听闻到 法师的这样一句教诲 就是特别特别的难得 这是其中的 就是酸甜苦辣 这是一言难尽的 就是我想分享其实就是一点 就是信心 对这一句话 有信心 因为经过岁月 十二年的岁月 才真正对这一句老师的教诲 才有信心 还有第二点就是 还有就是这个念头 就是在夫妻相处 这个念头 的这种转变 如果 如果没有落实这一句话 那就会产生其他的怨 还有其他的 一些不好的念头 但是 就这一句话 就能够 消除其他的念头 从而 消除后面的很多的麻烦 纷争 特别好 特别好 总之我也是很感恩吧 谢谢 您可以具体讲一下说 比方说 你提起了老法师这句 只看对方的优点的时候 你有哪一些念头就会调伏掉呢 太多太多了 我就 比如说 举例点 比如说我的 太太要是对我 不是很温柔的时候 或者是 就是或者是 有时候很多方面 自己觉得 看得不顺眼的时候 或者是 在教育孩子方面 跟自己 没有达到这种 结合同结的时候 或者是对待父母 尤其是对待父母的 这种观念 没有达到一致的时候 其实这些 冲突都是 这些这种 隐患都是很大很大 但是 就是这一句话 就可以打消这些 念头 自己就老实了 不会笨的 不会太厉害 要不然总会想着 哎呀 她 她的不好 总会想着她的 这事情太多太多了 要是 在对待双方的父母方面呀 对待孩子方面 这是最多最多 其他都是小事 好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这个 李学长 这个 他有展现 一句法药的力量 老阿上这一句 夫妇相处之道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可以调伏 夫妻相处当中 我们 所有不好的念头 提起这一句的 我们就是正念做主了 不是烦恼做主了 你心守好了 夫妻关系也安定了 家庭也安定了 依报 随着正报转 好 这个 我们听您的分享 觉得很有安定的感觉 您的应声 可以感觉到您的家庭还是很和谐的 功德无量 因为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榜样出来 这个会给亲戚朋友一个信心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请问法师 我们是在请愿呢 还是您休息 我看他举蛮久的 对 那有请李海燕学长 刚才是李海燕学长在先举 这么多的举手了 对 我直接控制了一下 好 那最后一位吧 最后一辈吧 下次再 也谢谢大家 这么永远 那有请李海燕学长 好 师父好 你好 你好师父 就是还是有一点紧张 心不能定 就是前几天听 就一直想问一下师父 就是我有个什么问题 这些年一直在听老法师讲经 也是经常会听您讲 有的时候就是一到事上的时候 我就会容易掉进去 假设说跟先生或者孩子 我就是能做到什么 什么事也不管 他觉得就心很清静 也很开心 或者说如果遇到事情 我一想管就就容易忘了这个经句 难道事过了之后突然想起了师父经教说 一切就是为心所见为时所变嘛 那都是自己的这个忘年形成的所有 其实都是自己的问题 过后就觉得哎呀又错了 就是会经常犯这样的问题 过后呢 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要是保持的好 如果经教兴起的多 他就会觉得很开心 能觉得谁都没有错 确实都是来成就我的 就是这次因为寒假嘛 因为我家两个孩子 大的是在老家辽宁大连上学 小的我带他来到了那个 小龙学校 他是在幼儿园六岁 但是就是也因为寒假全都过了嘛 就自己学习时间少了 大家又犯毛病了 就自己没有做什么 心中能有怨气 知道错了 师父这两天在讲 后来我就听那个 发起菩萨书生之药经之前 我也在想 我求佛求师父 加持我 我也知道我这样错 有时候现在就调整不过来 正好听到您讲 就说那个师父讲 发起菩萨书生之药经 我就现在听到六级 确实听了挺感动 就是也是自己在掉眼泪 却自己 哎呀做特别不好 我听了也是六七年的经 才现在上有点头绪 就觉得怎么还能 还一直在做这么 都是错误的事情 特别是小的 因为在这儿 我有什么感觉 我带他 他从小我就几乎是比较放任 不怎么管 因为我一管 我容易着想 自己在理论上知道 一大事上还容易 你过后才反过来 那现在想 有时候也不能走极端 像听师父讲 你也不能放任 也不能太过于言 可是我只要一管 就容易动情绪 动完情绪就后悔 有时候就隔两天就好一些 有时候一管他学 因为小孩他总是动嘛 就是他不会说 安静一学都很久 他不想学吗 他玩 我自己想要是放任 不管是 我这也是不尽责 一管吧 还是容易这个往里钻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事情 我家大的 他意思 就这次寒假来 他觉得妈妈 其实有很大变化 就是他希望 也来到我身边来上学 当时也给他申请报名 就去年报了 他大忙 他还是不能够接受 就是不考学 直接这个圣详文化 今年他就可能因为想我 就是说能来了这面 什么学校他都上 我也想你请师傅 给我指导 我应该就是再怎么样 让我自己就改变得更快 还有我有时候 我学习还犯一个什么毛运 就容易 不知道该学什么 因为师傅的经教多了 大丁科著就一二一四年的 我就是从头到尾 全部流水听一遍 最近这一年 我就一直听师傅讲 那个反音宣流 最近这些讲 就是我反复反复听了 我现在就愿意 就一起听了四五十遍 就感觉能够有时候 确实有一段时间就很开心 看到谁都是佛菩萨 这段时间感觉自己又滑下了 觉得明明知道是自己的错 为什么还在情趣当中 这两天听师傅讲也调整一些 有时候还感觉自有情趣 就知道自己确实又迷了 迷得很重 就是我要学习应该具体的 像师傅经常会有这些直播呀 我应该给自己规划一个 怎么一个学 还不有个佛陀教育学院吗 我去年还想报名 就是那个五年学 好了我也害怕 我自己时间不能够充分 这也是可能我自己就是没有规划好 我想请师傅帮我解答一下 谢谢 好 李学长 你好 修行啊 根本就是修心 心是根本 所以佛门讲观心为要 关照自己的心念 所以你刚刚说 有没有可以赶快提升的方法 你首先要把那个想很急着要快一点的那个念头要放下 你的个性太急了 是 急容易上火 是我觉得特别急 然后你容易自责 对 你看你从心上去修 它是根本 所以你一看你自责的 这个心念是不对的 你就要调整了 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因为你一自责 你会陷入情绪当中 做不了主 对 事情你要安住当下 事情发生发生了 我们要积极乐观去面对它 你看都是在练这个心 你不能一下管太过了 一下又不想管了 你看这过于不及都不是中道了 不是真心了 你要更信任自己 更有耐心去总结经验 这样你就会在教育孩子当中 不断积累宝贝的经验 你不会同样的问题一直在发生 你陷到事情去 这太正常 你假如现在就通通不先到事情里面去 你是发生大事 你是极向离向 都很正常 不要自责 我们这个安住当下 过去就过去了 总结经验 后不再到就好了 好 你的 你有两个孩子是吧 两个儿子 大的十六小的六岁 好 大的愿意在你身边是吧 对 他今天愿意来 我来这儿 我是想一直引领他 他当时他不来 后来我来这儿一年半了 他现在每次放寒暑假 在我身边 他就觉得妈妈在变 确实是比原来比原来越好 因为这儿也能够有 我们也经常会听师傅您讲的 历史规 还有家长课 放您的课 有时候也放师傅的基础的这些 我就觉得在这儿其实自己能够离开他好像能精进的多一些 因为我们学习有好的团体 这个 欧益大师讲的 善有为一 关心为要 善有为一 这个是挺难得的 而且你16岁的孩子呢 你要尊重他 那他是他自己愿意的 你就顺势而为 很好去扶持他 当然也要随习你 就是父母能做到让孩子欢喜认同传统话是很可贵的 他现在就是只想来我身边 就是觉得妈妈就有话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你做到让他认可的 这个是很难得的 你要有信心啊 嗯 好 那再来呢 就是安排课程啊 这个还是要你自己 首先你不要太着急啊 你刚刚也提到了 然后让法音宣流 我们现在的学习啊 重复听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现在咱们的课呗 对你多听几次啊 那个理才比较深入的进去 嗯 你听东西 像像赶赶连续剧一样啊 那个习惯不好 对我现在是愿意反复听了 以前不会 那你应该比以前不着急了 我现在就愿意一直听 听一天这话 那你有听出味道来了 对 那我们就是保持精静 嗯 就能学习念佛啊 听经读经 我们保持精静 然后有家里的事啊 这些因缘来 我们就非常真诚的 用真心去处理这些事情 我们不虚度 不使一秒钟空过 不使一句话空说 你只要有这个习惯 你的正念不容易偏掉 嗯 好 因为你你你你你保持讯息了 你一看到老人家 他的加持力就到了 你的这种负面情绪啊 不会一直延续下去了 嗯 这是很好 这种负面情绪也讲得非常清楚 嗯 这个静主违规很坚定了 嗯 这个我坚定了 所以我觉得自己做不到时候着急 就是急 做不到不能着急啊 心是去做活的 你着急就是忘心做出 对对是 不怕念起 只怕觉醒 啊 赶紧念 那这个扎根 其实就是学做人做事 那我们做人做事的能力 不断积累 不断提升 那毕竟我们还没有达到圣贤的境界 所以也要很真实 面对自己不对 比方说你确实有控制了 但你一落入懊恼 又烦恼做主 我面对我真的错了 我跟相关的人致歉 我发生不经的 真心的道歉 真心 亲戚朋友都能感觉到 你说那我下一次还是有呢 那也很真实 人怎么可能转一个习系 说一次两次就全转过来了 其实你真心去面对这些的时候 也在展现一个很真实的修学状况 给你的亲戚朋友看 我们不要修的 让他感觉 都装给他看 那不真实 很真实就好了 就是供养 但是因为我们是 我这一生一定要成就 我要修到的 我有那个决心 我们就会越错越有 这都是一种 给亲戚朋友的供养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师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就先到这 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